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西瓜又大又甜 这个西瓜又大又甜 第二组 这个方法既简单又有用 第三组 既不 我既不喜欢吃香蕉 也不喜欢吃苹果 我既不喜欢吃香蕉 也不喜欢吃苹果 爸爸既不会说英语 也不会说法语 爸爸既不会说英语 也不会说法语 第四组 一边一边 我喜欢一边 我喜欢一边洗澡 一边唱歌 我弟弟经常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零食 我弟弟经常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零食 第五组 有的 有的 下课了 同学们有的在聊天 有的在写作业 下课了 同学们有的在聊天 有的在写作业 我的学生 有的来自欧洲 有的来自非洲 我的学生 有的来自欧洲 有的来自非洲 第六组 一会儿 一会儿 孩子总是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孩子总是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今天天气真奇怪 一会儿冷 一会儿热 今天天气真奇怪 一会儿哭 一会儿冷 一会儿热 第七组 一方面 一方面 妈妈一方面要工作 一方面要照顾我和爸爸 妈妈一方面要工作 一方面要照顾我和爸爸 他一方面想学好英语 一方面又不想背单词 他一方面想学好英语 一方面又不想背单词 第八组 第九组 下班后 我先去超市买菜 然后回家做饭 第十组 不但而且 他不但长得漂亮 而且很聪明 他不但长得漂亮 而且很聪明 这道菜不但好吃 而且还很有营养 这道菜不但好吃 而且还很有营养 第十一组 不仅还 我不仅喜欢唱歌 还喜欢跳舞 我不仅喜欢唱歌 还喜欢唱歌 还喜欢跳舞 要学好汉语 不仅要多读 还要多说 要学好汉语 不仅要多读 还要多说 第十二组 除了还 除了还 教室里除了老师 还有学生 教室里除了老师 还有学生 我除了喜欢看电影 还喜欢看书和旅游 我除了喜欢看电影 还喜欢看书和旅游 第十三组 虽然 但是 虽然今天天气很不好 但是它还是来了 虽然今天天气很不好 但是 但是 他还是来了 虽然 王老师不舒服 但是 他一直坚持给我们上课 虽然 王老师不舒服 但是 他一直坚持给我们上课 第十四组 第十四组 尽管 可是 尽管 他才十岁 可是 他已经会说四种语言了 尽管 他才十岁 可是 他已经会说四种语言了 尽管 尽管 汉语很难 可是 他一直没有放弃 尽管 汉语很难 可是 他一直没有放弃 第十五组 不是 而是 不是 我不帮你 而是 我也没有办法 不是 我不帮你 而是 我也 没有 办法 我不是 不想去旅游 而是 没有时间去旅游 我 不是 不想 去旅游 而是 没有时间 去旅游 第十六组 不但不 反而 蛇不但不感谢农夫救了他 反而 蛇不但不感谢农夫救了他 反而咬死了农夫 蛇不但不感谢农夫救了他 反而咬死了农夫 哥哥 哥哥不但不帮我 反而和别人一起嘲笑我 哥哥不但不帮我 反而和别人一起嘲笑我 是 第十七组 如果 就 如果 明天不下雨 我们 就去爬山 如果 明天 不下雨 我们 就去 爬山 如果你 没有写完作业 就不能 看电视 如果 你 没有 写完 作业 就 不能 看 电视 第十八组 即使 也 即使 你向我道歉 我也不会原谅你 即使 你向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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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会原谅你 即使今天不睡觉 我也要把这本书看完 即使今天不睡觉 我也要把这本书看完 第十九组 第十九组 不是 就是 妈妈上班 不是开车去 就是 坐地铁去 妈妈上班 不是 开车去 就是 坐地铁去 这次考试的第一名 不是他 就是我 不是他 这次考试的第一名 不是他 就是我 第二十组 要么 要么 你要么 你要么写作业 要么看书 别打扰我 你 你要么写作业 要么看书 别打扰我 今天晚上 要么吃饺子 要么吃面条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要么吃饺子 要么吃面条 今天晚上 要么吃饺子 要么吃面条 看书 不如 你 自己 告诉我 今天天气 这么好 与其 在家睡觉 不如 出去玩 今天 天气 这么好 与其 在家睡觉 不如出去玩。 第二十二组 宁可也不 他宁可被误会 也不愿意说出真相 他宁可被误会 也不愿意说出真相 你宁可相信别人 也不相信我吗? 你宁可相信别人 也不相信我吗? 第二十三组 因为所以 因为明天会下雨 所以明天的活动取消了 因为明天会下雨 所以明天的活动取消了 因为我们是朋友 所以我一定会帮你 因为我们是朋友 所以我一定会帮你 第二十四组 由于 因此 由于我没看过这个电影 因此我不发表评论 由于我没看过这个电影 因此我不发表评论 由于我的护照丢了 因此我暂时不能出国 由于我的护照丢了 因此我暂时不能出国 第二十五组 第二十五组 之所以 是因为 他之所以能成功 是因为 是因为他一直很努力 是因为他一直很努力 他之所以能成功 是因为他一直很努力 我之所以认识他 是因为我们以前是邻居 我之所以认识他 是因为我们以前是邻居 第二十六组 既然 那么 既然你已经明白了 那么 那么 我就不解释了 既然 你已经明白了 那么 我就不解释了 既然 你来了学校 那么 就应该认真学习 既然 你 来了 学校 那么 就应该 认真 学习 第二十七组 只要 就 只要有时间 我们就去旅游 只要 有时间 我们 就去旅游 只要 你坚持下去 就会有希望 希望 只要你坚持下去 就会有希望 第二十八组 第二十八组 才 法律规定 只有十八岁以上的人 才可以开车 法律规定 只有十八岁以上的人 才可以开车 只有最优秀的演员 才能拿到这个奖 只有最优秀的演员 才能拿到这个奖 第二十九组 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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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过我的人 我都会 记住他 凡是 帮助过 我的人 我 都会 记住他 凡是 你送给我的礼物 我都特别 喜欢 凡是 你送给我的礼物 我都特别喜欢 第三十组 无论 都 无论别人说什么 我都会坚持我的梦想 无论别人说什么 我都会坚持我的梦想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我们都不会离开对方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我们都不会离开对方 第三十一组 除非 否则 除非 你和我一起去 否则 我不去 除非 你和我一起去 否则 我不去 除非 你真的 不在乎自己的健康 否则 不要这样做 除非 你真的 不在乎 自己的健康 否则 不要这样做 第三十二组 一旦 就 环境 环境一旦被破坏 就很难恢复了 环境一旦被破坏 就很难恢复了 一旦确定了目标 就不要轻易放弃 一旦确定了目标 一旦确定了目标 就不要轻易放弃 第三十三组 除了以外 都 除了小明以外 所有人都来了 除了 除了小明以外 所有人都来了 除了石头以外 这座山上什么都没有 除了石头以外 这座山上 这座山上什么都没有 也许你会觉得有点难 但是只要你经常练习 就一定能掌握它 所以我们今天的练习就是 造句 请你用今天学到的关联词 造句 句子的数量不限 好了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给我们点赞 或者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现在赶快去评论里 做造句练习吧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